跑难成吐槽点 如果邓超正海被迫罢路令热巴尴尬不已 在上一期的奔跑吧选择男女搭档时 唐一新选择陈鹤未果最终只能选择无人选择的正海 当时正海一脸不情愿之时 很多网友觉得这是节目组安排好的 一向女人缘很好的正海 怎么可能会有女人不选她呢 在最新一期的奔跑吧当中 唐一新却对正海嫌弃到了极点 连邓超都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在给男搭档打分的环节热巴评价陆喊 对女人非常好有安全感打十分 此处满屏粉红色 然后是李信打分 李信先说陈鹤有幽默感有安全感打九分 为了不让他骄傲 为李信的机智鼓掌到了唐一新这 唐一新竟然直接坦言正海不是自己想要的菜 李琛对唐一新如此嫌弃 完全是一副耻听的表情 正海更是无敌自容了 顿超此时说 为什么事情已经过去第二天了 还要再打击一下 正海也坦言 说已经过去了 此时唐一新更是放出炸弹 感觉正海若爆了 正海闻眼 灭到满脸通红 愤愤的离席 而在打分时 唐一新竟然打了十分 在正海以为唐一新是 先逸后扬时 唐一新再次语出惊人 就是十分 大家一听就是一个假象啊 此时正海万箭穿信尴尬一程 这恐怕会成为 正海挥之不去的噩梦了吧 但是唐一新此话一出 也惹怒了敌之热巴和陆寒的粉丝 因为前面 敌之热巴刚与陆寒各种甜蜜互动 并给其打了十分 却被唐一新一句十分是假的 各种打脸 唐一新啊 你是为了节目效果这么拼命 还是真的讨厌正海啊 讨厌正海没啥说的 但是电视荧幕前的各种发时扁损 并正海 完全下不来台 你觉得这样好吗